罪是人间留不住 朱元慈敬夸慈树 这句诗用来形容很多迟暮的美人都很合适 当年王祖贤在事业巅峰期离开娱乐圈去了加拿大 远离尘消深居遣除生活瓶颈 几乎没有什么新闻 只于下永不过时的容颜和打扮 一直以来维持过群众津津乐道 今年王祖贤几次晒自拍 大家貌似都不约儿童胜赞女神 有一张不老的容颜 近五十岁了居然看不出神马年龄感 一月初晒自拍 长发飘飘 颜值依旧很多网友也感叹 说十八岁我都信三月 有迪士尼晒自拍 带着粉红色米奇帽卖文 眉眼温婉 风采依旧 五月的侧颜自拍 有众当年的雪千寻即逝感 然而 最近网上流传出一组 王祖贤的图片 额头凹陷 嘴部浮肿 面部僵硬 感叹时光流逝的同时 对女神感到惋惜 皮肤粗糙 面部扭曲 法令文深重 老太近显 这真的是王祖贤 完全和上面的照片 叹弱两人 其实这是十三年 王祖贤反港时 曝光过的一组旧照 网上爆料说是 王祖贤车祸容后 整容的照他之后 还特地发了视频和现照 否认自己整容失败的传闻 不过 和自拍的颜值 确实有差距 颜值崩坏图不是近照 但女神最近的自拍 也是一言难尽 角度好的就看着还行 但是将镜头一压尽 面部僵硬 嘴唇浮肿 看来不老女神 也难逃美人吃墨啊 那却 王祖贤淡出荧幕 淡出公众视线 已经很久很久了 当年的美人早已 美人众人 但任凭任何人叹息 美人迟悟 却不曾惋惜 因为他如下花般 绚烂的青春 停留在每个人的记忆里 如此清晰至少 他曾经非常非常的美过 上世纪90年代 王祖贤是在日本 韩国最受欢迎的华人女星 还被亚洲媒体誉为 亚洲第一美腿 1984年 17岁的王祖贤 因为电影《湖畔幽魂》正式入行 他的美 让一切文字苍白 怪我那是年少 如今方角里的风骨 浓眉 杏仁眼 灵胶嘴 王祖贤的古典 是浸在骨子里的 清秀的背后 是动人心魄的美 你以为人家只有鲜鲜弱骨 谁知人家刚柔饼记 阳光细细泼面而来 由于父亲是篮球运动员 王祖贤自小在篮球队练习 一头不加修饰的短发 就让人看出 清水芙蓉的经验感 之前有段时间 他打篮球的英姿在网上疯传 现在回头看他当年的大本 一字美 复古山 再时髦不过 想必大家心中最美的 聂小倩不过如此了 美得不可放动起来的她 更是美得让人窒息 从轰轰烈烈的经验每代人 到现在还是屹立不倒的女神 或许是她潇洒自信的姿态 和从容面对岁月 也许是她潇洒自信的姿态